今天来登居市场选客厅的灯 这边有好多摆在桌子上的装饰的灯 这是一个很大的登居市场 价格很便宜 我们想买一个安在客厅的灯 和安在餐桌上的灯 这是我选择的摆放在餐桌上的灯 荷兰这边灯的装饰都很简单的 这边卖的餐桌灯也很低 我都有点担心我们家吃火锅 会不会把灯给弄炸了 因为客厅有了一圈的摄灯 所以我觉得弄一个简单的西顶灯就好了 最后选了这个带银边的西顶灯 像这样的市场吧 价格就是会便宜一点 但是基本上没有导购 做啥都要自己准备 就这样很快和荷兰哥就订了一个厨房灯 和一个客厅的西顶灯 店家现在帮我们抬出来放到车上 每个灯给两年的质保 买完了灯 我们又接着去了中国超市 大家猜猜荷兰哥在这儿搜索啥 这是荷兰哥最爱的泡面 每次来都要买一整箱 荷兰哥现在吃泡面 还要配上鱼丸虾丸和香肠 先来采口泡面第一伴侣虾仁 买虾仁要看好了到底是有壳的还是无壳的 再来买这个日本芝士香肠 这个香肠他真的好爱吃 还要买各种的虾丸鱼丸蟹丸 可兰哥真的好爱吃这些丸子 每次给自己虾泡面都会加上这些 这边是一些零七的产品在打折 这个火锅底料快到期了 现在买一欧 这是荷兰哥自己找到的香菇酱 之前我买了一瓶用来拌面条吃 特别的好吃 是荷兰开 Screen meal 这个是一样的 这个是一样的吗? 是的 老干妈在国外特别的火 黄蜜蜜在锅里 你有两个吗? 不同的味道 今天这个老干妈荷兰哥一起买了两瓶 现在来挑个鸡蛋面可以用来做炒面 看我们今天买的这满满的一大车中国食品 回到家荷兰哥就用买的鸡蛋面做了这个印尼风味的炒面 荷兰哥做饭还是很有天赋的 这个炒面再配上刚买的老干妈 简直一绝 这个炒面真的超级好吃 下次给大家拍一下 那咱们下期见呀